《疫病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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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 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 我們接續地聊一些 在看病過程裡面 醫病關係的一些有序小故事 我记得有一集 我曾经谈过 有一些族群在一并沟通中 是比较困难的 像老人 像小孩子 另外像有精神疾病的病人 或是喝醉酒的病人 喝醉酒的病人 有精神疾病的病人 他所提供的病史 通常要得到医师的信任或认同 是有点困难的 我们做医师 尤其是做得越久 当你看诊的经验越多的时候 你越会发现这些人 所提供的病史是不可靠的 有一次我在看一个 喝了酒而受伤的老伯伯 但是那次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力量 就让我相信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一个老先生 他工作 他是在做田里工作的 但工作后 他可能和他的朋友去外面 小酌了一番 那酒酌饭饱之后 他骑了脚踏车 要准备回家了 那在骑脚踏车 因为天色已暗 他的脚踏车前面灯也坏了 可能也喝了酒喝醉了 所以当他骑在一个比较昏暗的 田间小路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 他就跌到田里去了 跌到田里去 当然就被路人发现 我们就通报了我们的救护车 我们救护人员 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来的时候 他其实脸上有一个很深 在眉毛上有个很深的伤口 有个很深的撕裂伤 而且因为是跌到田里 伤口非常脏 是被污染的 然后意思不是不清楚 但是说话就是有明显的酒意 其实第一时间 你也很难从他的说话内容 分辨是喝醉酒了呢 还是因为跌倒撞到头 颅内产生变化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 当然先做了电脑断层 先确认脑有没有出血 还好很幸运的老先生 颅内并没有出血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想办法 要清理他的伤口了 因为刚刚讲过 他的伤口是一个污染性的伤口 里面掺杂了很多的泥巴 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经过麻醉后 帮他冲洗 帮他在急诊室 做一个清创的手术 当我准备进行缝合的时候 这位老先生本来从进来 到缝合前一直没有讲话 因为喝醉了 所以有一点昏昏欲碎 头还不时地这样摇来摇去 在我们清创的时候 我们还一直提醒他 头不要乱动 当我们准备缝合的时候 我们只是一个 例行性的一个口头告知 我们说阿伯 不能叮当 我们要开始缝伤口 这个时候老先生讲话 他一来头再摇来摇去 就说 以前不能在里面有东西 里面有东西 好吧 我们就信以为真 我们就再检查一次好了 我们就再把伤口 再轻轻地清洗完之后 用我们的手术的捏纸 器材 把伤口拉起来之后 再看了一下 认为我们都清洗干净了 清创已经做得很彻底了 看看老先生 把伤口提起来 把伤口提起来 用手进去摸一摸的时候呢 依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们更认为老先生就是喝醉了 在乱讲话 当我们正要准备缝合的时候 老先生第三次又把头摇了摇 他在乱讲 哪里还有东西 还不能停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点不耐烦了 我们正要准备帮你缝合 我们都已经洗得这么干净了 我们要帮你缝合 你就动来动去 头一直在摇 他其实不知道是摇 还是拒绝我们帮他缝合 就一直这样头在动来动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老先生 你不能再动了 你这样动我们是没有办法缝的 你不要缝的话 我们就要等你久醒了 我们当讲完之后 老先生又在摇摇头 哪里还有东西 哪里还有东西 一直告诉我们说 里面还有东西 问他什么东西 就没有下一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半信半疑的时候 好吧 那我们就再检查还是看看吧 如果今天 真的他这样动不能缝 大不了 我们就等他久醒了之后 等他可以完全配合的情况下 我们再做缝合 没想到在这一次 我们把伤口重新再提起来 做更大的一个范围 再用手去触摸的时候呢 就在我们的伤口离开 其实还蛮远的地方 我们的指尖 就真的感觉到 有一个尖锐物 好像顶在我们的指尖 不是我们人体的正常骨头 也不是正常的组织的触感 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时候 就觉得怪怪的之后 我们就把伤口给画大 再把它加大之后呢 让我们的视野可以 把伤口拉得更高 视野可以看得更大更远一点 竟然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我们就真的触摸到一个 很具体很清晰 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尖锐物 当我们把伤口再画开的时候呢 就看到有一个木质的 一个头 一个尖尖的头 看露在我们眼前 这个时候我们用捏子 把那个木头的尖尖夹住 往外用力一拉的时候 竟然真的拉出了一个 大概有0.5公分的一个木屑 所以它其实老先生跌倒之后 因为木屑 我们在眼睛周围的组织比较松软 所以它的阻力比较小 木屑有可能在跌倒撞击那一刹那 它刺到伤口之后远行 渐渐移位到比较远的地方 那我们在清洗伤口的时候 并没有清到 皮下并没有清到比较远 所以老先生 他有喝醉吗 他其实是有酒意 但是他不是真的醉 因为他很清楚感受到 有一些异物在他皮下 当我们帮他做伤口清洗 它是很配合的 直到我们要帮他缝合伤口的时候 他才用摇头告诉我们 甚至要阻挡我们 直接帮他缝起来 因为他知道有东西还没有被移除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 如果这个病人喝的是非常醉的 他没有感受 他没有告诉你 或是我们那时候一直坚信 他就是在讲醉话 喝醉就乱讲话 我们就认为我们所看到 所清洗到的范围 就是已经清洗干净了 而没有去注意到他这句话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对他产生一个性能 伤口缝合 接下来在门诊就一定会是一个伤口愈合不好 或是伤口愈合好之后 皮下产生浓阳 二次手术伤口一切开 墓穴就自然地蹦出来 然后会变成一个医疗争议 甚至会变成一个简单的医疗纠纷格 所以从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大概也学习到 不管病人是有什么疾病 纵使他是一个狮子的老人 他的其中有一句话 可能是千真万确的 当我们无法分辨哪一句话是真实的时候 我们最好的策略就是先相信他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喝醉酒的人如此 狮子老人如此 严重精神疾病如此 唯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去避免掉一些可避免的医疗争议案件 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次来聊 晚安 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甲卫医师甲叔叔 喜欢甲叔叔说故事的单元吗 其实健康多一点 不是只有说故事 还有很多的味教知识 还有很多的营养知识 那如果你喜欢 我们也欢迎你 不仅是透过FB 还有不要忘记 YouTube也已经上架了 欢迎你订阅 然后帮我们去留下您的感想 给我们的建议回馈 如果你喜欢 也希望您透过你的介绍推荐 让您的家人或是朋友 一起来订阅收看 健康多一点